畫面中可以看到兩名男子走了過來 其中一人拿著球棒就朝了民宅外的紅色汽車不斷猛砸 車輛擋風玻璃應聲碎裂 兩名男子聽到屋內游人出來大罵趕緊 逃跑無姓被害人也立即報案 只是在報案後三個小時 兩名男子又到無姓被害人的公司 拿著長鐵條對著大門不斷猛砸 連停放在門口的汽機車也不放過 警方調查後發現原來黃興主席人跟無姓被害人互相認識 只是不瞞對方常用大哥口氣跟他說話 以及雙方有債務糾紛才會多次找朋友一起砸車 甚至在先前黃興主席人還曾拿雞蛋朝對方車輛丟職泄分 但這些行為也已經觸法將被警方移送整版